大多数的社会群在葬礼之后 通常都会举行上述的宗教仪式 佛教的布施仪式在这个时候进行 以便将功德传给死者 要举行布施仪式 居桑家属和他的亲友通常会邀请一帮法师 并且给他们必需品 例如食物和医药 这种向圣洁的人 布施物资和必需品的行为 佛教视之为一种美德 一些比较明理的佛教徒 甚至会将他们的布施 捐赠给慈善机构 和一些需要救助的人 或者帮助一些宗教工程 以及印制佛教的书籍和小冊子 免费派给大众 以便永远铭记死者 作出布施奉献的信徒 完全达到了追思死者的目的 同时也能够在心灵上 和死者永远相连在一起 如果死者能够接获这些思想上的通灵 即是将福德传给死者 死者将能够大大获益 换句话说 如果死者不能够接获这些善行 这些德行也不会浪费了 因为这些德行能够帮助在生的人 发展出一种至高的心灵 任何佛庙的法师 都会很乐意指示居丧的家属 有关布施仪式所应该注意的事情 佛教徒生活方式的总结 热切希望我们的佛教领袖 对一些具有负面特质的过时仪式 和一些有偏差的宗教思想 来一个大改造 以其使得我们所奉行的仪式更有意义 我们的宗教领袖 应该重新估计目前所奉行的种种仪式 并且加紧地通过大众的教育 和以最广泛的传播媒介 来改造这些习俗